端妃娘娘驾到 一向闭示的端妃终于出场了 而她的出现也让原本热闹的生日宴安静了下来 特别是华妃 那不高兴的样子都刻在了脸上 华妃与端妃有着血海深仇 端妃入殿行李后 第一眼便瞄到了甄嬛 皇上又得家人了 端妃常年累月不见生人 所以还保留着当年的眼光啊 想必端妃今天就是故意奔着甄嬛来的 听出甄嬛长得很像一步的纯元皇后 端妃则借着瘟疫生日来检查着纯元周边 而甄嬛也不知道 自己竟是端妃搬到华妃的妻子 端妃之所以在众多新人中 唯独与甄嬛对视 是为了让甄嬛记住她 生日宴仅进行到一半时 端妃就扫性的离开了 只是这么早出来 怕是会扫了皇上的性质 我若在那儿啊 只怕是扫了那些畅大戏人的性质 反正她今天的目的已经达到 正如端妃所料 曹贵人抓救甄嬛的惊鸿舞 就是特地为她所设的 甄嬛自入宫以来 从未在宫中跳舞 华妃和曹贵人认定了她不会跳舞 所以故意设举让她出丑